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永兴办公用品专业店 今天来让我为大家介绍一款RSA-A07011的这款电动胶纸机 这款胶纸机呢是采用两种供电方式 一种是电源适配器的供电 这种的话买的时候都会为大家带一个 还有一种是电池供电 在下面可以装一个4节的5号电池 今天我来为大家演示一个电源的适配器的供电 下面有4个锡盘放在比较光滑的地方可以直接吸住 我们吸住它 首先来先不要擦上电源的时候 我们来先教大家如何安装这个胶带 这里一个道头是可以拆开的 然后这后面这里也是可以拿下来的 当我们拿到一个胶带的时候 我们把这里塞进去 然后卡住这里一个卡点 听到咔的一声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胶带按在这里 然后装上这个刀头 听到咔的一声就可以了 这里这里有个 然后我们插上这个电源 这里有两个按钮 这里有个按钮是让它自己手动的触胶 按一下它就出来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滚轮的波动 往这边往右边拨的时候 它就胶带会变得越来越长 往左边拨的话它就吐出来的会比较短一点 然后我们演示一下 拿起来 我们想让它变长一点 往这边拨一点 好变长了 我们觉得有点长 我们让它变短一点 还是有点太短了 好 这种长度差不多 我们这样往上提一下 它就会自动的切到这里有个刀头 很方便 谢谢大家